开始做午饭了 先淘洗一些绿豆 今天中午继续喝一个绿豆汤 什么都不需要加 只需要多加一些绿豆 然后用这个电炖中就可以了 我没有加里面的那个淘室内蛋 我是直接把绿豆倒进去的 我会选择慢炖煎 让它炖上20分钟左右 等绿豆开坏了就可以了 青菜的话我就准备了奶白菜 除了这个特别好吃的奶白菜 今天中午还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 西红柿菠萝饭 小烤肠把它切成丁 西红柿也切成丁 葱段呢我多切了一些 因为今天中午不仅做了一个葱爆羊肉 还做了一个葱烧豆腐 这两道菜都很好吃 大米淘洗干净 我们先来做这个菠萝饭 用饭囊过来做非常简单 速度也快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油热先把火腿炒一下 然后把西红柿倒进去 翻炒均匀以后 把淘洗干净的大米倒进去 清水的话我一般会加上 比平时煮米饭多那么一点点 大概两毫米的这样的水 盖上盖子让它慢慢焖着就好了 这个过程大概是十几分钟左右 中途你感觉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盖子看一下 然后把刚才切好的菠萝一起倒进去 焖上一会儿 最后吃的时候把菠萝拌匀就可以了 这道菜呢酸酸甜甜的 特别符合小朋友的胃口 而且里面还加了火腿丁 加了西红柿 我觉得是非常有营养的 葱烧豆腐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真的挺好吃的 锅内多加一些食用油 豆腐呢我们可以整块的放进去 然后用铲子把它铲碎 葱烧豆腐要想好吃 首先把豆腐煎至两个金黄 另外再准备一个这个料汁 里面我放了一勺的盐 半勺糖 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 少许的蚝油 一勺的淀粉 再加上半碗的清水 煎至金黄的豆腐 把这个料汁倒进去 慢慢的冻着 最后大火受制就可以了 这道菜特别适合厨房新手来做 美味又简单 素菜里面它算是非常下饭的了 还做了一个葱爆羊肉 羊肉卷我们提前把它焯一下水 水开了稍微变色 就可以自己把它捞出来了 通力可证 牛肉卷同样的方法也好吃 另外起锅炒香多一点的葱段 葱段上面呢 加上上去的料酒盐 和一点点生抽翻炒均匀 再把焯过去的羊肉放进去 炒出葱香味 最后加一点生抽出锅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呢 大概不到两分钟 小青菜做了一个青草奶白菜 这个和油菜呀 和一些同口的做法 我都是一样的 就油热炒香以后 最后出锅的时候 加上一点点生抽和盐就可以了 调味就非常简单 我觉得青菜一般调味这么简单 就挺好吃的了 好了 今天中午的饭 有饭 有肉 有菜 还有豆制品 再配上这个绿豆汤 我觉得夏天喝真的特别舒服 好了 要开始吃饭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不想公正的天宇 我们下期见咯 我们下期见咯 咯